玩不了, 玩不了 差不多这个月尾就玩完了 想不到怎么办 借钱当然要还, 别付钱中介 这句话经常听 几天不要付钱中介 但中介是否不会收人钱呢 像他那样 因为急需现金周转 误信中介人, 令面临破产 我的名字是Maya 我是在日本当年出生的 然后我来到香港很久 1996年的时候来到香港 然后收养了狗 就是1999年收养了两只 然后我来南马岛喂狗 现在是13只大型狗 接着是两只猫 日本人Maya二十多年来 收养了很多因为年纪大 弯病而被遗弃的动物 为了这些救回来的动物 Maya八年前在南马岛 买了一个顶层连天台的单位 供楼之余 还要出钱出力照顾流浪动物 只有小动物的医疗费 每个月需要多少钱 这些是很难说的 现在开始有几只猫 应该有些问题 而且我知道大概有什么事发生 因为它本身的营养不足 还有食物的问题 差不多狗吃狗也有癌症 大部分身体都是… 有问题… 那还要加上罐头、食物 那又要花一笔钱 如果真的有这么多只狗 还有大型 如果是这样 一个月也要五千元 起码也要 除了要照顾患病的动物 Maya还要照顾90岁患癌的爸爸 开始越来越大 所以无论如何工作 勤力也不足够 大概花了你的钱 通常要大约最少 五千动物的医疗费 也要三万多 加上按揭的 三万多 但因为这几年间的疫情 很多工作都有很大压力 所以是不足够的钱 所以今次决定了想再转案 Maya想将物业按揭 转到另一间银行 涂现多些现金 但跟朋友说这件事 朋友说银行不会批 他们跟我说 没有一间银行可以借给你 因为天堂有签结 因为你有私人提款 一定要清晰所有私人提款 才是银行会考虑批给你的 银行一般来说 如果有个清策令 有这样的诉讼 它一般来说 就不会接受任何按揭的申请 除了这个情况之外 还有什么情况是做不到按揭的呢 很多种情况 第一件事 可能你的收入不稳定 又或者你的信贷的评级很低 又或者你已经有一些私人的贷款 你又未清还 所以银行也未必会提供一个按揭的 银行不行 Maya唯一试试财务公司 最终找到一间财务公司 批导310万贷款 当中230万用来还按揭贷款给之前银行 60万用来还私人贷款 只剩下20万 他将这件事 告诉动物义工朋友Sam知道 谁知道Sam说他被人欺骗 还介绍了一个叫Vince的人 帮他处理贷款 那个人是什么人呢 他说帮别人安排资金的问题 我以为他是公民公司 因为利益骑士通过天 他们旧公司不断出诈骗的短信 尝试能够够够够够够够多钱 总之有什么特别的 我会帮你办 我会帮你处理 你准备要把这些钱全部调走 总之不要留在户口给他们扣 他说已经找到一间公司 可以帮我 给我一些案件 然后那个案件是345万 但是利息是18厘 然后他说要 好像我要付一个手续费 465,000元 那这个手续费是那间公司收 还是是谁收的 他说Vince Chan是他们的伙伴 是他们是股门 一帮是股门的 他们会收 就是那四十多万 就给了Vince Chan Vince Chan Vince是中介人 为什么要收手续费呢 又说不是给中介钱的 Maya因为不够钱 才再按层楼套现 还怎么会有四十多万多余的钱 给手续费呢 他说不用担心 我已经谈好了 很低利息的财务公司 两三间公司借给你的 那四十六万 他又再找第二间财务公司借给你 是 Vince未得Maya同意 就帮他向两间财务公司借钱 还叫Maya说谎虚报资产 有两件事要注意的 别人打给你的时候 如果问起你住的地方是租还是买的 你就回答别人住的地方是租的 他们问你那些钱拿来做什么 你就跟他们说 说家人有事需要可能要钱 提医生 千亿莫是你的名字 最后Maya又向两间财务公司 分别借了三十万和三十五万 一共六十五万 当中有四十六万五千元 给了Vince做手续费 成功贷款 Vince又零工 又再问Maya拿钱 因为我帮你谈了 所以六万元要给他们 就像财务那样 另外他除了收你四十六万手续费 还说想收你六万元财务的价钱 是 价钱 然后他说分给两间财务公司 那你那四十六万加了六万元 你通过了在哪个户口呢 那时候Vince的钱 所有都在Vince的户口 Maya本来每个月 只是还一万三千元左右的 按揭贷款 谁知贷款中介人Vince 帮他转了两次财务公司做按揭 利息一次比一次高 Maya陷入财政困难 还发现原来Vince 其实只是电话公司街站sales 最近Vince已经没找Maya Maya打给他 他不接电话 只是留了WhatsApp说 迟些回覆他 之后就没消息 我们尝试打给Vince 都找不到他 Maya而身帮助流浪动物 还在香港出版的 日文报章写动物专栏 透过报章认识了一位律师 资讯后决定报警求助 根据放债人条例 经营放债人业务要领牌 持牌放债人资料 可以在放债人登记查找到 其实所谓的财务中介 需不需要持牌呢 现时的法例没有规定 他一定要需要持牌 政府的呼吁 都叫你不要找中介人士 到头来有可能有很多借钱的人 心急或者等钱用 他有可能 即使中介要收一些洗俗费 他都觉得免为其难 很无奈地都要给他 借钱当然要还 不要付钱中介 叫人不要付钱中介 但没说中介不可以收人的钱 似乎对要借钱的人 没什么保障 我会提议政府应该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就着中介去收那些手续费 或者收那些利息 或者考纳明没有任何的费用 或者坐牢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为了更加有效地 规管着他们的运作 其实我觉得中介应该 也有一个发牌制度 如果太多投诉这间中介 或者他有些违规的行为 那就不发牌给他 或者调缺他的牌照 这样就会有一个阻吓力 所以其实现阶段 我只要说自己是财务中介 我收多少手续费 基本上都不犯法 遗陷地现在真的是这样的现象 现在Maya每个月 要还钱给三间财务公司 加加差不多八万元 日不复资,还不了钱 Maya六月开始收到追溯信 随时面临收纽 有没有后悔过这样做 很后悔 很后悔 因为全国是我的爸爸 然后是宠物、毒物 现在是很危险的情况 有没有后悔收养了这样做 没有 这个绝对没有 这个是因为这个人类的做 我毕竟都要我的负责任 是钱是迟些找到回来 但是生命是很重要的 正在生活中 不然